手機鏡頭有白白種 有大的、小的、胖的、奇怪的 跟著姚姚老師選 才是你最需要的 哈囉 各位大俠學習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姚姚老師 跟著今天的課程走 你就可以毫不猶豫的選擇 自己想要的手機外接鏡頭囉 如果要購買手機外接鏡頭呢 首先要了解有哪些種類 可以跟我們選擇 那首先有廣角鏡頭 魚眼鏡頭 長焦鏡頭 還有微距鏡頭 這四個種類 那首先我們先了解到 廣角鏡頭是怎麼樣呢 廣角鏡頭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可以增加畫面的深度 因為近的東西呢 它會變得特別的大喔 遠的東西它就會變得特別的小 所以可以增加畫面的深度 第二點呢 它的視野非常的寬廣 所以它可以把所有的美景 一次就拍進來 就很適合 比如說拍多人的合照啊 或是拍風景 第三點可以利用廣角鏡頭 邊緣變形的效果呢 我們可以把人拍得更瘦喔 就比如說你要把臉拍得瘦的話 欸 可能你就把你的頭 額頭 頭的頭頂部分 比較靠近邊緣 那這樣你整個臉就會拉長 或者是你的腳呢 把你的腳尖 放在鏡頭邊緣的地方 那也可以讓腳變得更長喔 再來 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跟各位要提醒一下 那首先呢 就是靜大緣小的效果 這部分呢 我會舉例是 以合照的部分來說 比如說女生跟男生合照的話 對通常 如果你想要顯得 比較小隻小鳥藝人的話呢 你就要稍微 離我們的鏡頭 遠一些些要看起來 你會變得更小鳥藝人 那再來呢 我們講到鏡頭變形的部分 雖然剛才提到說 可能可以讓 鏡頭變形可以讓我們變得更瘦 但是如果你 站錯地方的話 會變得更胖喔 就比如說合照的時候 你人是站在我們鏡頭畫面的最邊緣的話 因為它邊緣會變拉長嘛 那拉長的話呢 我們整個人就會變寬了 那寬的話 就會變得很胖喔 再來我特別提到魚眼鏡頭 那魚眼鏡頭的事實就是 廣角鏡頭在特別加強 就是它的優點會再更明確一些些 那相對的缺點會變得更明顯 那除了這部分之外 還要提到說 如果你想要拍特別的畫面 更魔幻啊 更 喜歡一些的畫面的話 也很適合用魚眼鏡頭來拍攝喔 接下來也是一顆比較特別的鏡頭 就是我們的微距鏡頭 那微距鏡頭呢 它特別適合拍攝小東西 或者是表面材質 但是呢 微距鏡頭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缺點 就是呢 它的對焦距離 需要非常非常的近 對可能像要貼這麼近才夠喔 對 所以呢 我當 我的構圖 想要比較寬廣的時候呢 我一拉遠的時候 整個畫面就會糊糊的看不到 就沒辦法對焦喔 最後是長焦鏡頭 那長焦鏡頭是我個人最喜歡的鏡頭 因為我拍攝的時候 不喜歡鏡頭變形 那長焦鏡頭呢 因為它的焦段比較長 所以就不會產生變形的效果 而且它有個特性 就是我的主體跟我的背景 會變得比較接近 那人物跟背景的距離感 就會比較 沒那麼的強烈 然後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你想要拍攝 景深的感覺 就是前後模糊的話 長焦鏡頭也比較容易 拍攝到這個畫面 但是呢 因為我喜歡用長焦鏡頭做拍攝嘛 那它有一個小小的 不算是缺點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的視野比較窄 所以在拍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旁邊的東西 沒有辦法拍進去 那 不要 不建議各位把改變焦段 建議你往後退 那我要的空間感是一模一樣的 那一樣可以拍攝到 我想要的畫面 了解完手機外接鏡頭的種類之後呢 還有另外很重要的是要了解 外接鏡頭要怎麼樣接上 我們的手機 那首先呢 有三種方式 那有這種 夾式的 有扣式的 還有 鎖式的 首先我比較推薦是這種 鎖式的手機轉接工具 因為呢 這種 手機轉接工具 手機殼嘛 它基本上是專門 給手機專用的 所以你直接鎖上去的話 不會發生一些 拍攝上的小問題 那有哪些小問題呢 就比如說一般 夾式的 或扣式的話 因為可能不見得 每個手機設計都一樣 所以你夾上去的 扣上去的時候 常常會產生黑邊 或者一些手機的外框 你即使夾的很正中間 有夾準的一樣 旁邊一樣有黑黑的一圈 關於手機 外接鏡頭要買哪個牌子呢 我會推薦 這些牌子 因為它的價位大約落在2000到3000左右 因為這個價位的話 它的鏡頭品質比較好 比較不建議買 可能是夜市逛街的時候 看到200、300的鏡頭 因為有可能你的相機 買兩、三萬 即使上兩、三百鏡頭的時候 你拍攝品質 就真的只剩兩、三百的品質囉 那我本身是用這一款 那我現在用起來 也算是蠻好用的 那蠻推薦大家買的喔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買完了手機外接鏡頭 再來就需要一些拍攝技巧囉 我的手機商業攝影課程上線囉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到我們大俠學習平台 來做購買 如果你對於今天影片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掃我們右邊QR Code 聯絡我們 我是姚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